嗨 各位姐友大家好 我是屈不圓 我是摩羯座送奉仪医师 然后坚持科学证据的皮肤科医师 欢迎来到肌肤监测的小教室 肌肤监测的基本原理 其实是跟我们皮肤的检查是一样的 就是在医学上 你常常会去做一些检查 比如说我们看血压好了 你可以把麦 可是现代的血压不只是把麦 我们还有那个血压剂 我们还有那个心电毒 那基督间这里是一样 有些肉眼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那肉眼看不出来的地方 我们用紫外灯把它放大 就是它的化学表现是不一样 另外你上礼拜去看的医师 你跟他说 医师我有五十红这样 不是五十蓝 五十红 然后这礼拜变五十一红 我相信医师靠记忆是不会记得 他也没办法在记录上记得 可是你把它好好的拍照 你把它显微拍照下 你就很容易去比对五十红跟五十一红 那你做了五十红或五十一红 你才有办法确定 我们的皮肤的改善 或者我们长期的变化 所以肌肤监测的意思 就是用显微照相的方式 用科学证据的方式 去持续的记录你的皮肤 然后持续的比对 OK 其实基本上就是第一个 肉眼有些时候看不到 我们需要把它放大 可是你放的太大的时候 你知道有个小的说法 叫见树不见灵 如果你想要知道整个树林发生什么事 你需要三十棵五十棵树 可是当你看一百棵树的时候 你反而看不到每一棵树木有什么虫 这样 所以你看到一棵树 比如说三百倍好 你看到一棵树上的虫 你不知道整个树方 整个树民发生什么事 然后你看到一百棵树 你也不知道整个怎么样 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监测下 我们发现五十倍到六十倍是最好的比例 在我们医学检查上 如果你的穿透力要够强 我们基本上会用S光线 可是我们如果只是要穿透表皮 目前已知紫外线的穿透表皮效果最好 然后大家知道红橙黄绿蓝电子 那紫色的对于皮肤的穿透效果最好 那红外线的话它就没能力穿透 所以基本上我们拍红外线的话 看着它皮肤的发炎很红色 可是我们如果拍紫外线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化学性的变化 在肌肤监测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发现皮肤的修复 它遵从着生理的周期现象 你感冒的时候吃个咳嗽药 然后你就觉得咳嗽减少 可是你在吐痰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痰会变多变少 变多变少变多变少 在监测过程中我们发现 真正的生理修复过程中 它其实是出现一个 类似波浪型的周期变化 因此如果你能够 扎扎实实的看到波浪型的周期变化 以显微的方式看到 以紫外线的方式看到 看到你的皮肤有代谢东西 然后没有代谢东西边有 这样 这样我们认为它才是一个 比较好的生理变化 那这样也可以排除掉 你用了某些东西 而那些东西事实上是有伤害的 你就会看到你的皮肤 从比较正常 然后慢慢变得比较坏 可是它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这个是我们所不要的 非周期性的变化 基督监测的好处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可以想像你去看医师的时候 他就是肉眼帮你看一看 然后病例记一下 那有些很细微的东西他看不到 有些很细微的东西他没有注意到 那没有注意到 下次我们就说擦肋骨唇好了 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擦肋骨唇 他上礼拜擦肋骨唇 这礼拜到底有没有退红 其实医师靠肉眼靠记忆是看不出来 那你至少拍个照嘛 好歹拍个照嘛 所以基督监测的好处是至少他拍的照 然后他有真正的证据可以做比对 但是反过来说基督监测也有坏处就是想象一下 好了就是以前你去看病的时候 一眼医师看完就这样 然后今天基督监测像我个人每次基督监测 我看病就要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对医师来说这个钱很难赚 所以他就是基督监测最大的毛病这样 端午节这么热的时候 看完那个舒服鸡腿脚 我想大家一定很想要点阅 那个按赞分享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点阅按赞分享 就有机会吃到好吃的粽子这样 OK 祝大家端午节愉快 我是屈原 我们下周见